不要把眼光都注重到人上 最讨厌的是苍蝇 还有蚊子 还有老鼠 对他们特别有法不识 转他这个报神 这叫不识 不要两眼挂钉在钱上 挂钉在财户上 那是临时的了 解决不到什么问题的了 解决他一时的 解不到永久的 法布是解决永久的 我们和尚一听到布神 在家居住 和尚又化圆了 我说你搞错了 布是好多种类呢 不一定非 这财布是有限量的 只是现身的 有时候我们还做不到 我们都是穷和尚 你哪有钱不是 他说法不穷啊 身穷道不穷啊 像农家大师 蚕丝说的 信手打开无尽帐 钻头瓦块 尽其真 说我们和尚一开口 就是穷 穷四子 穷出家人 口称贫 经常说取贫政贫道 签名都签贫生贫道 不穷啊 不穷是什么呢 说心包容的财富 说你穷的不彻底 郑道哥这四句话说 穷四子 口称贫 彻底穷了 有几人 哪个穷的很彻底 这个彻底是什么 烦恼断尽 这才彻底了 这时候啊 信手打开无尽帐 钻头瓦块 都变了七宝了 倒地三十 就拿个石头 泡皮捶气 这就是变了 一块是 一块爷爷元宝 在身上戳戳汗毛 戳戳那个 身上泥巴 软软的 身子登用完 救命仙丹 吃了就好了 这神头妙容啊 不是那个东西啊 是他的神力啊 这样理解 如来往修祝福海 清静广大 无边界 福德闯光 与此门观察 了悟新兴兴 这跟上句的含义 是一样的 反正是燕闯光 都是形容智慧的 如来散相 随了药玉 让众生见 大家又如来想象 就是见佛的精神 这就是可以的了 你看一个 铜柱的 木雕的 尼锁的 只要你见到 这就是佛的全神 什么分别性 哇 这是您说的 这是铜打的 这是金子柱的 还有一个 在密宗里头 这大肆加持的 这尊相 灵得很 你心不灵 照样的不灵 不是相 是你的心 是众生的 灾相 你想见 想见佛像 见佛的灾相 那你心来做观想 你把你自己的心 变成佛心 你就是佛了 心要这样开悟了 如来的往昔 修的一切福德 智慧 那是清静的 是广大的 清静的佛 不是四仙人天的佛 什么叫清静佛 清静佛都是智慧 是智慧 是你本来所具足的 法身的立体 能够了悟你的心 就对了 这是最大的佛的智慧 众生玉米 诸有宗 入世生盲 诸无懂 佛为利益 兴于世 清静光山 入死门 清静光明主神山 开悟一些遇难的众生 遇此黑难 这一切众生 这一类众生什么呢 糊了糊涂的 就迷迷糊糊了 他就像瞎子一样的 说没有智慧言 就形容词 这是形容词 佛呢 就为一样令众生开智慧 令众生开智慧 这是出世间的 这些清静光神呢 他明白这个道理了 他误得了 如来自在无有边 入云普遍与世间 乃至现梦令漂浮 此事相闯所关键 相闯王的 主成山 这咱们讲了很多了 他破一些诸物上 烦恼的秀气 出生一些智慧的香气 烦恼说 形容是秀气 智慧光明成为是香气 得到这个血头门 乃至梦中 使梦来调伏他 让人家做梦 这咱们讲了很多了 不再重复了 众生持难入芒谷 种种障概所产访 怎么样忙呢 就是障和概 就是二障 一障烦恼障 五概 把你残佛做了 佛光照彻 普令开 如是宝凤之所若 宝凤光目主成山 他以能个大光明破一纵神 障奈三 卸脱 这障奈三也是形容词 大光明 咱们的黑难呢 已经三十的 永远见不出太阳光 永远见不出月亮光 障奈住了 佛的智慧 光明 我自己 我障 烦恼障 我知我见 障奈住了 因此就卸脱不了 因为今天 我们耽误了很久了 时间 今天呢 我们讲的文字不多 竟讲故事了 调节一下大家情绪 说梦 你们要出去说 那梦生老后竟讲梦 不是我讲梦 人人人都在梦里头 在梦 咱们什么时候梦醒啊 我已经学完了 咱们大家都醒了 都不做梦了 就醒了 当代佛门起诉 梦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帅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花言 历红历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心智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梦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 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 坐落于台南市归人区 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之野 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 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 映入眼帘近视绿油油的田地 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护生园及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踏平原 风景秀丽 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 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 更显其生机勃勃 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 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 以及171头猪 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 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之门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田地 两者虽数不同物种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 稍稍接近围栏 狗儿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死起比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减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蒙面 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地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 渴望关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 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 渐渐恢复丰硫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肢们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气 猪肢发出的声响也不分旋指 有的悠闲地躺卧 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午后的围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栏外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 情感交流及灵性之会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 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 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 中华护生协会广邀您 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 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 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 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伯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明中华护生协会 41244844061593 124245 1190 voices 119463 2195 1194483 2194752550 1194483 2sy5 Jed expected him to play other things in the wa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澳洲很多地区都可以发现袋鼠的踪影 甚至在人类居住的郊区 也会看到它们的身影 哎呀 是袋鼠啊 真没想到你们这里的袋鼠 可以堂而皇之地跑到街上 这没什么奇怪 这只袋鼠经常会跑到这里来玩耍的 是啊 这里简直就是袋鼠的天堂 它们随处可见 我们刚来的时候 见到它们出现在这里 也像你一样吃惊 不过现在已经完全习惯了 是啊 我们还给它取了个名字 叫玛丽呢 啊 玛丽还是一位妈妈